大阪臺灣同鄉會舉辦了 第九屆會員大會 暨新年會活動 會長王坤寶宣布 二零一七年的目標 叛與會員一同繼續站在 臺日交流的最前線 協助政府落實國民外交 促進兩國情義 搭東洋餐廳門口 擺放各界送來的花蘭 貴賓與會員也陸續抵達 讓大阪臺灣同鄉會 第九屆會員大會暨新年會活動現場熱鬧極了 當年包括駐大阪辦事處處長陳迅揚 大阪府邑日華親善議員聯盟 會長松本立明 市議員石淳子 東大阪市議員野田張子 大阪市浪宿區長御智賢斯等貴賓 在內有近兩百人出席 活動開始後會長王坤寶 感謝各界人士以及立正會長與會員們 為提升臺灣在日本社會能見度 努力不懈 他也宣布二零一七年 將以立足臺灣生耕大阪 放眼世界為目標 呼籲大家一同為提升臺日關係努力 臺灣東雄會會員金帳 外層政家 並年輕法 國際法 國際法 國際法定 已經在政府 被國定紀委 社團福祉議員團隊 臺灣和日本政府 社會人建立 臺灣東雄會財政官 社會人建舵 隨後王會長也頒發表揚狀給民議會長中山富勝 张仲德 谢美乡 以及颁发聘书给几位副会长 陈迅洋处长致辞 赞扬同乡会 积极联系乡亲情义 融入主流社会宣扬台湾 大阪同乡会的新年会 包括日本的府议员 市议员 还有各地的这个市议员 也都来出席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 包括我们侨会 这个中华总会 大阪的台湾那个 冰库的台湾同乡会 他们也都来非常 来支援他们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会 非常的盛大 而且也引起了日本 非常的欢迎 在冰库县台湾同乡会会长 郑郑秀带领众人干杯后 锣鼓声响 两头舞狮摇头摆尾 为大家带来极力好彩头 难得碰面的乡亲们闲话家常 欢喜贺新年 这场新年会就在 抽奖活动中圆满落幕 台湾红电视吴炳如 日本大阪采访报道